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2月17日中年好声音2播出第14集 今集是情感动感PK赛的下集 这集的参赛者水准明显比上一集高 由参赛者得分我就看得出 上一集有3.70多分 但今集最低分是82分 上集最高分只有86分 今集有2个参赛者得分超过90分 上一段片我估计出局的2个女将 果然被我猜中了 我的理由是觉得她们 因为没有参加台庆表演 所以应该出局的机会很大 但从今集的选手演出 我就觉得不应该回王学霖出局 我觉得应该回哪个出局更加合理 你们看下来就知道了 我将今集11个参赛者得分 综合成一个表去看看 今集结果就淘汰王学霖 王学霖得到3个交叉 另外陈焉娜和刘威王 各得一个交叉 究竟这5个交叉是哪个评判匹呢 从我表里面看到 有3个评判觉得王学霖是最差的 但奇怪 王学霖最后一个交叉都没有 另外王学霖 只有2个评判认为是最差的 但结果就淘汰出局 另外有人觉得差的 有陈焉娜 沈宗妍 梁浩妍 也有人说 王健文 刘威王 都有评判觉得他们是差的 结果王学霖得到3个交叉被淘汰出局 另外陈焉娜 柳威王也觉得有一个交叉 究竟这些交叉是哪个评判匹呢 我试试从表里面试试分析一下 周国锋 他就认为梁浩然最差的 只有15分 但梁浩然又不是跌入危险区 所以他不应该选梁浩然是出局的 陈慧咸就认为王学霖最差 得到16分 但是他又没有人选王悦出局 肥妈都选了王悦是最差的 另外吴仲恒最低是15分 有5个得到15分 王悦是其中一个 从表里面看到 王悦有3个评判认为是最差 但结果最后的投选 他一个交叉都没有 而王悦林 从表里面看到 有2个评判认为是最差 结果他得到3个交叉就出局了 首先看看陈彦娜的交叉是哪个比 我猜应该是5重行 因为另外4个评判都认为他不是太差或是最差 所以我猜应该是5重行给了陈彦娜最差 那刘威王的交叉是哪个比呢 陈彦咸有可能 因为他认为王悦最差但又不淘汰他 第二差应该是17分 所以可能是刘威王也不定 肥猫也有可能 和陈彦咸的情况一样 他比16分最低是王悦但又不淘汰王悦 第二差应该是17分 可能他比刘威王一个交叉都不定 也可能是张佳添 因为张佳添就认为17分是最差 包括王健文、王鹤林和刘威王 他可能选择王鹤林或刘威王也不定 无论是肥猫或陈彦咸其中一个交叉 刘威王 但为何不给王悦呢 可能是剧本的写 没理由王悦一个交叉都没有 然后就觉得真的奇奇怪怪 最后 就要在上下两集 变入危险区的选手里面 再选一人被淘汰出局 结果曾密斯得到4个交叉 行人此步 没得继续玩 但出奇的一点就是 为何突然陈善廷有一个交叉 刚刚的票选 评判选了刘威王和陈彦娜 各给一个交叉 陈善廷是没有交叉的 由此可想而知 其实评判的决定都很飘忽 可能一时一样 之前又觉得要淘汰一个 到现在又要淘汰一个 都不是一个很持续固定的决定 可能如果隔了几个字之后 再选过 又可能是第二个出局都不定 很多时候比赛就是这样 真的很多的可能性和随机的 行运成份存在都不定 那没得说 难道又是人生就是这样 剧本也是这样写 接着就讲讲五组PK选手的表现 第一组就是情感PK 就是陈彦娜对梁浩然 陈彦娜今次就选了 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陈彦娜本身的声音都挺漂亮的 声音都有一些辨识度 她今次是选对的歌 始终就觉得陈彦娜 是唱慢歌比唱快歌 她今次的表现都不算太差 起码就比上次和麦素华 合唱的坏女孩好很多 但今次她也有不少的瑕疵 有些地方是走音 又声音不是太稳 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她情感做得不够细腻 这首歌要表达 爱和被爱之间的矛盾 但是她唱的时候 感情做不到这一点 不如这样也算了 她都得到83分 今次就不需要淘汰她 但在第一次的筛选人里面 都有一个评判想淘汰她出局 似乎陈彦娜如果继续这样的表现 相信可能在几个回合之后 陈彦娜都会被淘汰出局 接着就是梁浩然 她就选唱了新晓琪的《领悟》 这首歌其实是非常难唱的 你要拿捏得很好的感情 还要有唱歌的技巧 因为这首歌是很有故事性的 是要讲出心痛的感觉 梁浩然之前给我的感觉 很多时候信心不够 但她似乎慢慢改善了 但仍然是有进步的空间 梁浩然的音色非常之正 中低音都是不错的 但今次她的高音地方 似乎也有些去不到 真的需要多些练习她的唱歌技巧 整体来说 她今次的表现 唱这首《领悟》 她的感染力是有的 就相对于陈彦娜来说 她是唱得比较感动到我 所以她今次赢了陈彦娜 我觉得都非常合理 不过梁浩然 仍然有很多地方需要改善 如果她想更进一步 起码一定要增加信心 练习歌唱技巧 相信她才能走得更远 第二对PK的 就是动感PK 刘可对陈善廷 刘可选唱了张学友的《盲记他》 刘可我一向都看好了 她对音乐非常有热诚 每次都希望带给观众新鲜感 今次又真是给大家的惊喜 她勇敢地跳出自己平日的风格 之前她就喜欢站定定地唱 今次她选唱快歌 还唱得很幼稚的风格 虽然唱学友的歌 但给你的感觉就完全不像张学友 另一方面她的表演 真的看到观众非常开心 刘可表现得可爱 又鬼马又幽默 所以之前预告片就说她很得戏 真是形容得没错 她今次用一些另类的演绎方法 指示出她丰富的歌艺才华 她的节奏感高音都非常之好 虽然她的动感不像陈善庭那么吸引 但刘可不是擅长跳舞 没有陈善庭的肢体动作那么好 而且有些小章是扭曲了 但也下不掩语 最后刘可得到91分 我在电视机看的时候 还以为她拿硬今次的MVP 但很可惜了 伍仲恒 觉得颜色的米粉 比这碟干炒牛河 最后她就失落了今次的MVP 但整体来说 刘可今次的表现 以一个字概括到 正 刘可的PK对手就是陈善庭 我之前都非常提好陈善庭 她今次选唱了 郑秀文的《信者得爱》 这首歌真是不容易唱 又要跳舞又要唱歌又要去rap 其实陈善庭都唱得ok 挺好的 相信环顾今次的几位女选手 都未必有谁能唱到陈善庭的水准 她的肢体动作非常吸引 起码比刘可好看 又能够带动全场的气氛 令到大部分观众都嗨嗨的 可惜了 去rap的地方做得真的不太好 似乎好像不太够气 高音地方有少少去不到 原唱的郑秀文都不敢自己去rap 但是陈善庭非常勇敢 在现场上自己去rap 可能她希望博到高分 可惜结果不太理想 反而被评判扣了不少分 最后陈善庭只得到85分 比刘可的91分就低了 赛果都算合理 第三组要出场的PK选手 就是3个人 王健民对王岳林对沈宗然 首先出场的是王健民 她选择了Aline的《有一种悲伤》 不知为何王健民 很喜欢选择女歌来男唱 不知是否她觉得想挑战难度 希望吸引评判比较高分裂 这首歌不是完全适合去唱 虽然她唱得很好 又很有感情 但又不够完美 在音色、音准上、编排上 她唱都没问题 但又不是很突出 应该还有可以进步的空间 所以她最后只得84分 那么多个评判 只有5重人 认为她是3个之中最好的 但其实我也觉得她唱得不错 这首歌的歌曲 第二个要PK的选手就是王岳林 她选唱了张惠妹的《我要快乐》 这首歌不需要太过买弄技巧 反而要注重感情的发挥 因为这首歌是专为张惠妹的度身订造 王岳林其实也不算太差 感情都能够投入歌曲里面 但就未能够完全将张惠妹的故事 表达出来 不过都很难 要完全将张惠妹的故事 说出来是非常难的 今次王岳林的音色 一般的声音 沙沙的 有些地方声音又不够稳 这些都是王岳林 惯上出错的地方 王岳林今次的表现 和我预期中差不多 但是她的表现 比另一个同样得 全晚最低分的82分选手 好很多 最后有三个评判 说要淘汰她出局 于是王岳林 行人止捕 个别中年好声音2的舞台 第三个要出场的就是沈宗妍 她选唱了曹格的背叛 曹格的歌 真的一点都不容易唱 很多地方是高音的 沈宗妍其实高音都唱得好 她之前都很喜欢飙高音的 但今次她为了安全起见 她会把Key降低了 令自己唱得舒服 如果她唱曹格的Key 可以不可以呢 其实我猜都可以 但她就不敢去冒险了 也是很聪明的做法 沈宗妍的技巧 可以 感情都掌握得不错 她声线非常漂亮 沈宗妍一向的声线都十分好 今次都表现得不差 陈慧恒就觉得她和王健民一样 都是得到18分 但是 周国锋肥妈和张佳 就认为她比王健民好 所以结果 沈宗妍又得到86分 顺利的晋级 第四组又轮回去动感PK 对她的选手就是刘威王对颜米高 首先是刘威王出场 她今次就选择跳舞 努力突破自己 就选择了郭富城的雨中感叹号 我就觉得刘威王是保留了 有刘威王自己本身的风格 她就很想唱得轻松 但是就轻松不足 硬朗了少少 就未能完全依出歌局本身的韵律和味道 虽然跳舞一向不是刘威王队长的强项 但是起码她都努力尝试跳唱 就显出刘威王很想突破自己 这一点真的值得欣赏 评刘多数都对她不太欣赏 最后她只得到82分 是全晚最低分的三个之一 我就觉得她不应该值得低分 去到最后选出今集危险区的其中一个要被淘汰的时候 竟然有一个评判想淘汰出局 刘威王的对手就是颜米糕 今次她就选唱了梅猿坊的淑女 在预告片中就说评判她是瘋 还以为这些是负评 颜米糕未唱之前 我就很有信心 刘可会得到今集的MVP 结果她是得到94分破纪录的分数 奇怪的是TVB今次宣传 又不用破纪录分数做重点 去吸引观众去收睇 反而就说评判说颜米糕就是瘋 做宣传 以后TVB的宣传 你都不要太相信表面说些什么 说回颜米糕的表现 她整体来说 真是很花心思去设计 无论服饰 眼神 舞步 唱腔 动作 甚至笑声 都是经过一番心思设计 才能带到那么好的效果 其实开头的笑声 真的不是容易做得好的 你看一下如果像曾密斯唱恶狼传说 开头的狼叫 那你就可以比较一下 真的立见高下 节目预告表就是评判说颜米糕是瘋 我还以为她会像妹姐说了一句对白 我是熟女 不要碰我 结果我等到最尾最尾 颜米糕都没有说到任何对白 颜米糕真是聪明 没有说这句对白 如果她真是说了这句对白 我也不敢想像有什么效果出现 可能真是浓巧反拙 结果被评判扣很多分都不行 最后颜米糕得到94分 成为今集的MVP 令我对刘可的期望又落空了一次 最后一对要PK的对手就是 黄月对郑子浩是情感的PK 节目预告表又说 黄月郑子浩各有需改善之处 谁能过关 表面上令人觉得她们有得斗 真是不知胜负难料 结果又是黄月输了 黄月今次选唱了顾微的不了情 似乎又要向难度挑战 黄月本身的音色其实都不差 但是她的技巧有很大进步的空间 今次她唱的歌背景音乐很静 只有一部钢琴声 其实难度都非常之高 是更加需要演唱者的歌声 去突出整首歌 才可以有好的发挥 这首歌很需要感情 亦都需要技巧 似乎黄月就凌夹不了了 没有意义黄月是有感情的 但又处理得不够好 又唱不出这首歌的韵味 和她的声音 的地方很有问题 破坏了整首歌的气氛 奇怪就是了 明明有这么明显的瑕疵 但周国锋只顾着她有很大的进步 所以就给她17分 而添水又更加给他18分 令到她不需要成为 全晚最低分的一个参赛者 结果她就和王鹤林 柳威王三位同得82分 在最后要选人淘汰时 竟然又没有人被交叉黄月 连肥妈和陈慧咸 觉得她最差给16分 都不被交叉她 这点真令人费解了 难道真的无线一定要保住 黄月? 如果众官这么多个 在危险歌里面 哪个表现得最差的呢? 我就觉得是黄月 所以淘汰的应该是黄月 就不是说是王鹤林 好了,黄月的对手就是郑子豪 郑子豪就选唱了张浩友的 我应该 其实郑子豪在海上的时候 都是唱这一首歌的 对她来说这首歌真是 家轻就熟 郑子豪就真的唱得不错 音色、音准、感情 全部都做得很好 她结果得到87分 是相当不错的分数 当然是赢了黄月 不用问 一早就知道 但郑子豪本身是一个歌手 她的实力就不用怀疑 评判可能对她的要求更加严格 伍瑟就说她的看口 是旧了少少 又没有什么个人特色 真是见仁见智 郑子豪之前也是一个歌手 现在还有没有市场和商业价值呢? 如果TVB要选人去捧 又真的未必选到郑子豪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为止 多谢大家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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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